美的新闻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看 每年4月的第三个周六是中国山东维方的风筝的盛会 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迷 齐聚维方将能飞的和不能飞的统统放上天空 中国山东维方被誉为中国的风筝之都 风筝制作和放飞历史悠久 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20号第41届中国山东维方国际风筝节 在山东省的维方市举行 吸引了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137支队伍参加 印尼也派出了代表利亚尼瓦迪参加本次的国际风筝节 她带来的风筝为取自印尼古代史诗 罗摩耶纳故事的罗摩耶纳风筝 罗摩耶纳风筝节 世界风筝的发源地 制作风筝历史悠久工艺侵占 维方风筝起源于明代初期 制作记忆代代相传 因此维方也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风筝之都 2006年维方风筝项目被列入 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次比赛像我打个比方吧 有一个是创新类 那么就是说就是比大家 有创新的风筝 那以前没见过的 以前没见过特别有意义的 创新题材比较好的 这就是我们依据的一个标准 风筝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 此次维方国际风筝节 以放飞梦想拥抱世界为主题 于4月19日至24日 在世界风筝制度举行 游客可以在维方国际风筝大赛 万人风筝放飞等活动中 共同放飞千米东方巨龙 感受风筝翱翔天际远 彩翼纷飞应召灰的意境 瞅着这什么高映啊 它这创新领航也能飞起来 也能往里飞 它这现在就是那什么 这上个风筝飞多了 这领航没块挂 怕它打架 这打架这飘起来 空中效果更好 这事是社群人终了 еру山清风筝大 浪赚新地方 load MetroTV Anfang sekarang 这个最近从这里 身体内宾理章 感谢留言 我们坐视频 感谢观看